葡萄牙的移民法案在去年就一波两折 最开始是说从2020年的1月1号 就是相当于从2021年的1月1号开始 从今年1月1号开始 计划就是取消在葡萄牙和里斯本 对吧 葡萄牙的里斯本和波尔图等地区的这个买房移民的政策 然后又出来一个法案 说是把这个时间改到2021年的7月 那现在呢又出了一个最新版的法案 就是从2022年的1月1号开始 那相当于前面的这些法案都取消 那它的条件是什么呢 从2022年的1月1号开始 首先它一存款 如果你是存款金额 如果你是存钱 对吧 那么金额调整到150万欧及以上 好 那如果你是做科研内的投资 投资额也是提高到50万欧以上 如果是购买基金 我们现在是35万欧 那从2022年的1月1号开始 就调整到50万欧以上 那如果是成立公司 金额提高到50万欧以上 如果是购买房子 那只能是买内陆地区 马德拉和亚索尔群岛 一听就非常偏僻 是吧 并且这些房子 不管你是50万欧以上的 还是35万的翻新的房子 全都只能在这些地方来买 所以它把这个移民的 移民的这个要求 就提高了几个门槛 所以我们关注两个点 一就是如果我们之前考虑是 通过购买35万基金买房的 今年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因为从2022年的1月1号开始 如果是购买基金 那么我们就得花50万欧元 来购买基金 成本又提高了很多 这另外的15万做什么不好呢 对吧 干嘛要放起来 好 那第二 如果是考虑以买房的形式 来获得葡萄牙身份的 也是要尽快确定的 2022年的1月1号开始 也只能在那三个地方来买房 所以里斯本啊 波尔图啊 或者是里斯本周边的这些城市 基本是买不了的 所以要注意这个政策的变化 好的 有任何关于葡萄牙移民的资讯 需要沟通的 也欢迎联系我们加拿美出国 我们客服微信是18186129682 18186129682 我是加拿美出国的老江梅子 对我的节目感兴趣 别忘了关注和点赞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好